外籍渔工之死,南方澳大桥崩塌还压垮了台湾的人权假象 10月03,2019,伊兰南方澳大桥崩塌造成三艘渔船压审,六名外籍渔工罹难 死亡的渔工权位外籍并非偶然,因为台湾渔业固然需要外来劳动力来填补 但对待他们比外人更不如,或许台湾人应该扪心自问 大家究竟把他们当成渔民朋友还是渔工奴隶 台湾虐待外籍渔工历史悠久且闻名于世 笔者早在14年前谈到外籍渔工问题时就略为谈到大陆渔工与海上船屋的问题 海上船屋的渔工不准其登上台湾土地外,生活环境差也发生烧死人的意外 句号,就在17年前,高雄渔工船员圣2号进入高雄港寻求避风 失火而导致128名大陆籍和5名越南籍渔工受难的新闻人高挂在人民网上 他们引词指责台湾的非人道待遇,对照台大教授时之于批评发明海上旅馆这种贫民窟给大陆渔工的 就是台湾人,让他们捕鱼,不让上岸 90年代以后,屡次发生海上跌屑,台湾老板针对下手的就专门是大陆渔工 他们像排泄物一样disposable,碰到台风,不能进港避难的也是大陆渔船 因为张伯雅说,政府最担心的,就是他们排泄物会污染台湾近海 不知台湾人做何感想 大陆指控台湾对大陆渔工非人道待遇翻设自人民网 台湾人不只对大陆渔工权益漠视,对外籍渔工权益也是一视同仁的践踏 在2016年监察委员王美玉针对外籍渔工劳动人权发言就提到 近十年来我国籍渔船船长因被虐,失踪或发生海上跌血案件继23件 在我国籍渔工因语言,生活习惯差异及管理争议下 我国船长致死,伤,或外籍渔工间冲突事件时有所闻 行政院及相关机关长期默示境外聘雇外籍渔工劳动条件,做事此类案件发生 境外聘雇外籍渔工处于高危险的恶劣工作环境,却不适用我国法令,无法受保障 外籍渔工因劳动条件差,常发生超时工作,或是医疗差,甚至遭到剥削及涉及人口贩运虐待 国际媒体报道并已奴工,奴隶形容此类渔工 我国是人权国家,且为远洋渔或大国,行政院及相关机关因语正式境外聘雇外籍渔工权益 监察委员王美玉针对外籍渔工劳动人权发言翻设自监察院网站,根据监察院纠正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及所属于业属高雄市政府及该府海洋局的新闻稿 接受调查的81名外籍渔工有遭不当客扣薪资作为逃跑保证金,薪资交由仲介公司处理至每月只领到50元美金 工时普遍过长,护照及传员证遭扣押,工作时曾遭殴打,以及禁止对外通讯等违反权益情事 且外籍渔工安置所,居住空间通风不良,日照不足,无逃生避难设备,不符合建筑物使用类别及公共安全之规定 而且外籍渔工需席地而睡,密集拥挤,至渔工之生活空间最拥挤仅0.49平,远低于受刑人0.7平之最低标准 还有今年的监察院调查报告,扶身11号渔船涉嫌违反2017年生效之渔业工作公约,第188号,而成为遭国际拘留的第一艘渔船 该渔船经南非政府检察员发现社有救生圈破损已不堪使用,船毛已无法正常操作,没有船员名单,提不出船员与雇主的工作契约 船上食物不足,住宿条件,安全与卫生条件及差等情事 原来,台湾人虐待外籍渔工,世界都在看,台湾劳动部始终认为渔船渔境外雇用之外籍渔工不适用劳动基准法 其实就算是境内,台湾也能把实际劳动的渔工剥夺其权利,突发不足以自行 即使发生外籍渔工死亡事件,台湾司法机关的态度也令人心寒 监察委员王美玉指出,在扶刺群号渔船印尼籍渔工Superlanto死亡事件中 屏东的检判定死亡渔工Superlanto细晒衣服时失足跌伤,因伤口感染,死亡方式为意外 但同船外籍渔工以手机拍摄三段影片指称Superlanto遭人殴打虐待 而屏东地检署因通议人员为安中找蛙语,忽略死者遭殴打与虐待情势 为考量相关罪嫌即将本案行政签结云云 换句话说,如果地检署听不懂你讲的话,故意就成为意外听不懂就直接跳过 屏东地检署因通议人员为安中找蛙语,忽略死者遭殴打与虐待情势 为考量相关罪嫌即将本案行政签结翻设自监察院报告 如果台湾人仍然不在乎国际观感,或许我们可以看看美国怎么看待台湾虐待外籍移工、外籍看护、外籍渔工 一、外籍看护、劳工、渔工受迫于肆无忌惮的仲介与雇主 有一大部分外籍工人,主要来自越南、泰国和菲律宾,是合法招募而来 在台湾营建、捕鱼或制造业从事低技术工作或担任家务帮用 却在抵达台湾后,被人力仲介公司或雇主迫使从事强制性劳动或非自愿劳役 这些契约移民工人许多来自贫困乡下地区,为到台湾工作不得不支付最高达8千1万4千美元 给招募重借商或前客,以致背负沉重债务、人力仲介公司及或雇主就利用这作为非自愿劳役的工具 台湾外籍劳工,其中有半数是在私人住宅做看护工而不受台湾劳基法保护 所有这些劳工的招募及安排雇主过程缺乏管理监督,因此可能导致非自愿劳役状况 报告还提到许多这类外籍劳工受迫于肆无忌惮的仲介与雇主,被迫从事合约规定以外的工作,并处于被剥削的状态 成为劳动贩运的被害人,有些家庭佣工或家庭看护的雇主,禁止劳工在休假时间以外离开住所 让这些劳工急易成为劳动贩运和其他虐待的受害者,而且无法向外求助 以上报告内容分别引自美国2006-2019年人口贩运问题报告台湾部分的报告 2.关于外籍渔工部分2016年报告指出来自中国大陆,印尼,和越南等地在台湾渔船上工作的外籍劳工 无论是否登记在案,许多都有遭到贩运的迹象,如雇主为给薪或薪资给付不足,工时过长,身体虐待,共餐不足,及生活条件恶劣 2017年报告指出虽然台湾当局符合最低标准,法官对许多案件的判刑对于所犯罪行而言过轻,难以贺阻犯罪,同时也削弱检警的相关努力 当局有时视劳动贩运的案件为劳资纠纷,因此未将发生在台湾籍渔船上的外籍渔工剥削案定罪 2018年报告提到虽然台湾当局符合最低标准,然而远洋船对台湾籍渔船以及台湾船东拥有的权宜船劳力剥削问题层出不穷 劳动部与渔业属由于权则划分,一直无法有效解决渔工剥削问题,当局有时并未对涉嫌剥削外籍渔工的台籍人士采取适当的法律行动 因为缺乏意识与司法体系中不利的绩效评估制度,人口贩运者持续获得轻判观察人士指出 渔业属与劳动部之间的权则划分持续明显阻碍着当局在打击渔业人口贩运方面的努力 而渔业属欠缺对于远洋渔业的监管机制,则很可能纵容强迫劳动与其他虐待 2019年报告的指控则最为强烈,自中国、印尼、菲律宾、越南等地至台湾及渔船或台湾全移船工作的渔工 无论是否登记在案,许多都卷入复杂的多国仲介网络且债台高竹,甚至可能遭受未给薪或挤付不足 工时过长,身体虐待,缺乏食物或医疗,不允许睡眠休息,以及生活条件恶劣 渔民移工表示,高级船员会采用强制手段,如身体暴力,殴打,不发给食物或水,或扣除薪资等,即此留住外劳为其劳动 这类虐待行为在台湾的远洋船对尤为普遍,包括2000多艘台湾全移船和台湾籍渔船 正由于2018年高雄籍渔船扶身11号因渔工权益问题被扣留在南非,成为世界第一艘因违反2007年国际渔业工作公约的渔船 美国2019年人口贩运问题报告台湾部分花了很大篇幅在讨论台湾虐待渔工的问题 这次针对南方澳断桥罹难的外籍移工,交通部长林嘉龙表示罹难者每人将获赔500万元 不知是不是想改善台湾长期虐待渔工的恶劣形象 但无论如何,除了对个案赔偿之外,当美国在台协会公布的报告中除了指责台湾一直无法有效解决于公波削问题 当局展开拘留及调查行动,部分情况下甚至起诉先前外国政府正式指定为被迫犯罪的被害人外 其实三项优先要务的建议竟有十项与外籍渔工相关 台湾既然自称民主自由,台湾政府与民间,对于外籍移工、看护、渔工、劳工的低人权对待 难道不该好好反省吗?美国在台协会公布的报告中